我先回答一段目网文 这个叫CY战士 我平心静地回答问题 一个节目从头到尾全是粗口是什么质素 我跟你说 不要听,很简单 一个低质素的人 会听到这个节目的粗口 高质素的人会听到其他内容和内容的心意 你认为你是什么质素的人 他说走廖先说 不要紧 这个我都明白是很久的,不过是这样的 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Berry妈的节目直播这么多人看 因为他是站起来骂人 是,他是屌的嘛 除了粗口基本上是没有内容的 除了粗口基本上是没有内容的 所以你看到直播是很多人看的 我们都会成万一二的 为什么呢 就是一个情绪的穿洩嘛 但是到人们冷静下来重温的视频 他看的人就少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想认认真真地做一下节目 因为我昨晚看到林康正说 阿毓敏提我们说我们骂人 那我听回了 因为我其实不过毓敏是一场听众来的 没有消息都有提 对,那我之前有提及 我又听回了 他说我只有罵字,没有内容 他不是大致地说,他说他们有内容 不知道是否真的代表我们没有内容 其实不是… 你没有说我们没有内容吗 没有说我们没有内容吗 没有说我们没有内容吗 是吗?我还是我听错了 他说我们吊得他搞笑而已 我们吊得他搞笑而已 我们吊得他搞笑而已 你迷身 不是,那不是说搞笑 这个是… 如果你们认为是搞笑的 就是大家自己的判断 我就是… 阻漏了一条小丑谷 我就无心搞笑的 是呢,为什么呢 我吊得最厉害的 是受的气势大一点 你总不能够… 你们两个人坐在街上 不要说打架 别人站在街上 吐你老母胖 这样不够气势的 是吗 你站起来的气势大一点 大点 但笨你老母胖的掌握 很烦 等于 叫你老母胖 就是等于 就在… 不,在动物界里 吐嘎呢 在动物界里 是 大一点 COMMAND 但当场也会害怕 例如让一个朋友 如果被狗追 吐你老母胖 你续对地就得了 你试试下一次 你下次就这样 狗追尾你 例如你老母胖 你这样 那么大 狗马上 Emma 真的嗎? 你了,民家衝突,你這樣 啊! 他會用一股氣 所以多事情要做